西景域摄影村位于天津市济州区 在之前的400年里 这里是个规模不大的原始村落 当地居民则以种地采石为生 400年后的今天 这里成为了热门的摄影村 民宿的价格少则300元起步 多则一晚上千元 这个变化可以称之为天翻地覆了 大家好,我是徐公 这次一定点关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 我在这个地是天津济州区的西景域村啊 这是一个网红景点 一会儿咱们来逛一逛这个地方 西景域这个地方 与明朝将军周玉姬的坟墓 有很大的关系 这位将军在抵抗清军的过程中战死 最后葬在了府军山附近 后来给他守护的这群人 就在这里种果树、种庄稼 逐渐就形成了西景域村 现在周将军的坟墓所在地 变成了山兰湘运小区 而府军山后身的西景域村 则变成了现在的摄影旅游村 西景域村就在府军山后边 距离冀州主城区非常近 只有2.5公里的路程 这里的山道很狭窄 汇车的时候要小心 好在路程不远 开不了多远就能到山村里 古话说的好 靠山吃山 靠水吃水 我是从天津长大的 知道靠水吃水是什么概念 到了西景域村之后 也算是了解了什么叫靠山吃山了 那就是彩石 走进村落里边 我们不难发现 这里的房子和道路 相当一部分是用石头铺成的 因为西景域这个地方 在之前的几十年里 一直都是一个产石头的地方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 这里就建了彩石厂 专门生产各种石料 这里的石头屋子 石头道路 就是靠山吃山的痕迹 虽然人们靠彩石改善了生活 但也破坏了环境 所以后来 季县叫停了彩石工程 开始向乡村旅游转型 最终建成了现在的民俗摄影村 当年留下的彩石矿坑 现在被命名为万卷石书 成为了这里的景点之一 除此之外还建设成了十几家特色民俗农家院 我查了查价格 绝大多数农家院都是三百元一夜起步 贵一点的要上千元一夜 也有极少数便宜的农家院 如果要是多找找团购的话 可能价格还能更低一点 住在这里能干些什么呢 除了摄影之外 还可以参加当地的特色节日 比如2016年10月 这里就首次开办了西景域金秋庆风宴 说白了就是丰收节 想想也是啊 外国人有自己的感恩节 虽然那个节日不怎么光彩 但也是个纪念丰收的仪式 我们中国身为农业大国 是不是也该有自己的法定丰收节 而且必须是有假期 不用调休的那种 那才是过节日 其实也有很多人说 这个村子的娱乐就这么多了 这全是靠宣传手段 才把民宿的价格顶到了今天的位置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在信息过载的互联网时代 酒香最怕巷子深 谁的嗓门更大 谁就真的占便宜 这总比电视媒体一家独大的时代强 毕竟在互联网时代 每个景点都可以为自己吆喝 也可以请我们这些旅游博主来代为吆喝 只要个人的努力不会被大篮板子抹杀 那这个时代就仍然是一个好时代 也是一个值得我们努力的时代 看到这里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加关注 和徐公一起读城 一起旅行